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很好 我自觉待小姑子和秦妹妹一般好 倒是她也一直对我心存结底 态度冷冷淡淡 我觉得与小姑子关系不必处得很亲近 也没有刻意地与她亲近过 等我在这个家待了四个年头的时候 小姑子已经是26岁的大姑娘了 也正是结婚的好年纪 于是婆婆开始托人给她介绍对象 小姑子也不反对相亲 但是每次相亲的结果都是无果 于是婆婆找了我谈话 她说觉得她托人给小姑子介绍的对象可能不太符合现在年轻人找对象的标准 她让我帮小姑子找个对象 婆婆既然张了嘴 我就找小姑子聊天 问她想要什么类型的对象 她言之像她哥哥那样的对象 我开玩笑说 她哥哪里好 毛病一大堆 还不等我说完 她都不让我说完 就想我赶出她房间 当时 我只当小姑子害羞 不好意思提相亲对象的事情 那天之后 我把身边认识的靠谱的单身男孩子想了一遍 最后锁定一个不错的目标 对方是我娘家的一个表弟 与小姑子年龄相当 小伙子不仅长得好 各方面还很优秀 要不是自己的小姑子 我还真觉得她有些配不上她 对于我安排相亲这事 小姑子同意了 但是那天相亲回来 不等我问她情况如何 她直接就打了我一耳光 然后回屋哭了起来 当时我有些懵 但是第一反应是 相亲出来问题 我赶紧对表弟打了个电话 问她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小姑子的事情 表弟却说 小姑子与她相亲不到十分钟就走了 还告诉她自己有喜欢的人 她还想问我 怎么给介绍这么奇怪的女孩子给她 听了表弟的话 我真是不知道小姑子是从哪打了我这一耳光 我气愤地敲门问她原因 她隔着门回答 让我去问老公到底怎么回事 我怀着奇怪的心情 跟老公打了电话 老公知道这事后 把我叫了出来 她跟我说 有件事不能瞒着我了 她告诉我 小姑子不是她的亲生妹妹 是公婆好朋友的女儿 她七岁那年 他们家遇难 她父母双亡 于是公婆就把她接过来当女儿养 但是不曾想 她从小便忠敬于老公 她告白过她 但是老公只把她当作妹妹看待 我忽然想起那天我说老公不好 被小姑子赶出家门外的事情 才恍惚小姑子的做法 是嫌弃我说老公的不好 我问老公为什么婚前不告诉我这些 老公说是怕我多想 也是怕我知道小姑子的身世会对她不好 老公说她已经很可怜了 听了老公所述 我真是大事一惊 真是觉着这事像电视剧一样 居然发生在了我们家里 我问老公怎么处理于小姑子的事情 老公说会找房子搬家 她原以为小姑子在她结婚后就死心了 不曾想我给她安排相亲后 她居然找了老公告白 说自己忘不掉她 老公说她也被她吓坏了 对于这种情况 我立马同意老公搬家的说辞 很快我们找了房子搬了出来 而且除了我跟老公有钥匙之外 我都没有再多配一把 小姑子的那个耳光我也只当忍了 以后她的婚事我再也不擦手了 而我的家庭 她也变相插手了 我们还是经税不犯河水的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请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